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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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神的恩典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自立在我面前 因为他在我面前的朋友们 从世上来的 恶魔离到索罗身上的时候 大帝就拿起来 用手弹 索罗 边平唱 边舒畅 爽快 恶魔离了他 感谢神兰 感谢神兰 咱们再继续 查考这个课题 耶和华的灵离开了 扫罗了 就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 我问他 那这到底怎么回事 耶和华的灵也是从扫罗那里来的 那么恶魔也是从耶和华那里来 是不是 耶和华的灵是从 就是这个恶魔的灵是从那来 圣灵也是从耶和华那里来 到底怎么回事 这两个灵都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 有许多人就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撒旦可以上天的 就是打到地上之后他可以上天的 他的堕落从邪灵了 他照样有权品上天的 在约伯记我们已经看过了 是不是 约伯记那个时候 那个恶魔还可以上天 跟神直接对话 所以神就告诉他 你是怎样去 去释远我的仆人 约伯伯是不是 他就去了 那时候还可以上天 现在天上就没有他的位置 现在没有他位置 他就在遍地游行 现在就在地上直接的 就诱惑神的儿女 就神的儿女也随从那些个 异端的道理 那么今天呢 那么今天呢 一开始呢 扫罗受高的时候 约伯伯的灵感不感动 扫罗呢 感动扫罗 是不是 但扫罗不遵行神的使用 约伯伯的灵就离开他了 这就说明这个灵不会永远住在它里面 创始记的第六章说 人既属无血系 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它里面 人既属无血系 那么包括君王呢 包括君王是不是 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它里面 这说明在旧约的时候 耶和华的灵可以随时随地离开人 也可以随时随地来感动人 对不对 那么耶和华的灵一离开了扫罗 现在是谁跟他同在了 恶魔 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 直接就临到了扫罗王 扫罗王天天就在被恶魔在揉了 你说这人能不能好 也就是说我今天可以跟弟兄怎么说 你若不重生 你若不重生 就有恶魔来扰乱你 你听明白吗 你若重生了 上帝会不会让恶魔来扰乱你 不会的 因为你里面已经有了圣灵了 那恶灵就不会 那恶魔就不会再来扰乱你了 因为扫罗王今天他整个的这个作王是以谁为中心的 以自我为中心 咱上上课已经讲了 所以上帝今天废掉他作王 所以灵就离开他了 这灵离开他到谁那去了 到高大卫那去 到高大卫那去 不是高大卫吗 灵离到大卫了 你看这个灵 咱们这个灵会不会从我们身上突然都离开了 不会的 不会的 因为咱们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他说什么 就是真理的圣灵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真理的圣灵 永远与你们同在 信耶稣基督做成救恩了 人还有没有碎了呢 今天你信耶稣的人永远有碎了 一个真正信耶稣真道的人 他就无罪了 无罪了圣灵临到你们 他就不会走了 但在旧约里头 却会有这种现象 就是圣灵临到你们还会走 所以扫罗就是个例子 他这个例子就是 圣灵一开始还反动他 后来就不再反动他了 就离开他了 我们看 这是第一件事 这是第一件事 就是圣灵离开他 你说这个 惨不惨 惨 圣灵离开你说惨不惨 圣灵现在不跟这个君王同在 他原本是君王了 这一下子灵也没有了 王位也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现在呢 恶魔出来来扰乱他 你说他一天 每一天都活在恶魔 恶魔扰乱那种痛苦中间 痛不痛苦啊 痛不痛苦啊 一个被恶魔扰乱的 这个人是特别特别痛苦的 因为我看见有一些被恶魔 就是恶魔扰乱 天天扰乱 是不是啊 那么今天呢 我们因信耶稣基督 恶魔再也跟我们一点分都没有了 你信不信 他会不会来扰乱你了 不会 什么样人会被恶魔来扰乱 就是心怀二义的 心怀二义的 圣灵不在他心里头 他听这真道 他心怀二义的听 是不是啊 怀疑 这样会被恶魔在扰乱他 这扫罗王现在是整天活在这种痛苦中间 也就是当一个人活在肉体中间 以自己为本的时候 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 神就把他交给恶魔了 恶魔直接来就将在他身上 其实是鬼附体的 嗯 是不是鬼附体啊 其实就是鬼附体的 这是第二点 等于 不是咱们看看 就是鬼附体啊 魔鬼 是不是鬼附体啊 是 其实扫罗王就是鬼附体的 魔鬼附身的 一个曾经被上帝重用的 一个曾经作为以色列君王的 活在肉体中间 是不是啊 没有真正的听耶和华的话 所以他无法重生这样的人 鬼能够附上这个人 你说这个人 惨不惨了 你说这个人 从起初上帝避他那天 他就没听过耶和华的话 是不是啊 那么有的人呢 就是在教会中间也听到 听到听到 就有鬼附体了 我想一个真正的听到真道的人 就接受耶和华的话 就这样 实实在在的 用心灵诚实来接待 鬼不会附体 鬼也不会扰乱他 这是一个 一圣灵离开他 那鬼就遇到存在了 是不是啊 一共就两个灵 一个灵是圣灵 一个灵是邪恶的灵 这个邪恶的灵 就是从撒旦那里来的 所以神就把扫灵王交在 撒旦的手里 撒旦就先天地扰乱他 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扰乱他 有的人不经常给我打电话 王弟兄啊 我怎么总耳边有这样声音 那样声音 我一天想听到就听不稳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一种恶灵的扰乱 扰是什么 交绕 乱是什么 就叫你里面乱了 你里面整个的思维 现在跟圣灵来的时候 不一样 不一样 圣灵来的你是 是不是 你感觉到里面很贫安 很喜乐 对 这叫喜乐游 圣灵也叫什么 高游 也叫高游 他叫什么呢 喜乐游 喜乐游 是不是 圣灵也叫高游 也叫喜乐游 圣灵他就是恩高 是不是 这高游没弄你了 你高兴 你不被愁离 扰乱 上帝使者 你有两个使者 在看着他 所以耶稣讲一句话说 你不可 清算我小死中的一个 因为他们的使者 常在我父面前 有没有这句话 有 这句话的目的是 告诉什么 就是 现在我们 没有恶鬼 在扰乱我们 魔鬼就离开我们了 现在是天使在伺候我们 因为我们里边是圣灵 所以因此天使就伺候你 你里边要是恶灵 要是这个恶魔 那么天使保证不去伺候你 是不是 天使来伺候你的 目的就是 怕魔鬼随时随地来扰乱 所以天使来伺候你 那么天使来伺候你 主要就是 第一点 你没到时候 魔鬼想让你死 但天使不让保护你 这是一点 第二点就是 恐怕还在扰乱你 所以那是你的天使 就是为了你 还在地上活着的时候 必须到了时候 叫你离开这个世界 没到时候 你的肉体不能 马上就死了 扯祸呀 不能领导你 是不是 毒啊 别人下毒啊 也毒死你 这谁来保护的呢 天使在保护 那么圣灵在里边 来做领导 天使在外面 在保护 你不到时候呢 绝对不能 叫你离开这个世界 因为这个世界 掌权的是谁 魔鬼 所以我们这个肉体 在世上随时随地 都可以受到魔鬼的攻击 所以神差遣 使者来保护你 那么耶稣基督在旷野 一开始有没有 魔鬼在试探他 等耶稣基督 战败了魔鬼之后的呢 就有天使来伺候他了 是不是要提醒死败 今天有没有天使 在伺候你呢 所以今天你 听这个真道 必须听准了 好不好 听准了 不是给肉体听的 是给灵听的 给灵听一下就重生了 重生 圣灵是永远不离开你的 天使有时候会离开你的 你听懂吗 等你保护你 你到了 受数了 你这个肉体到过受数了 那天使就离开你了 对不对 天使离开你的目的就是什么 你到了时间 最后呢 就虚格之间是发生 有别人要杀你了 就像有别人要杀耶稣 那就那个时候就得给你交给他了 杀你了 杀你了也不要害怕 不要怕他杀身体 这时候杀身体指谁做的 就是恶魔 对不对 不要怕他杀身体 杀了身体伤了能力 但扫罗今天呢 被恶鬼来扰乱 被恶魔在扰乱 极其就痛苦 因为耶华的灵离开他 这就是一个不顺服神的人 没有真正听杰花的话的人 他不能出生的人 还在做王 抢王 以自己为中心的人 最后呢 耶华的灵离开他 这个恶魔就来了 恶魔来干什么 伺服他 伺服他 伺服你 看看你今天不遵些耶华的话 这恶魔来伺服你 看是什么感觉的 周夜随着老教 是不是啊 周夜的 整夜的不能 没有顺眠了 整夜才搞乱 是不是啊 我们看第十五节 扫罗的臣服给他想了方法 这也是出于神 就叫 大卫靠近扫罗王 是不是 要不没有机会啊 是不是 扫罗王如果是 圣灵不离开他的时候 这大卫想靠近这个地方 他都没有 一点机会都没有 就是这个时候有机会了 为什么谁要叫 大卫靠近扫罗王 大卫靠近扫罗王 有一个预表 有一个预表 这两个王同时出现在 一个王宫里头 对不对 也就是 你从前 光是扫罗王的时候 现在你从前呢 你光是个扫罗王 这是扫罗王 你现在还没有哪个 你现在还没有大卫王 你先有这个 后有这个 是不是啊 你重生了以后才有这个 大卫王要进王宫了 听不听明白 代表人意里边 有人要重生的 那大卫王不就代表 基督卫王吗 是不是啊 那么你的心里头 这里有大卫王进来 对不对 从前你没重生的时候 我在魔鬼的前下 最后呢 进去了 这世界也是 从前是 有血气的人做过 那么现在呢 就有主耶稣基督 来到这个世界 是不是啊 把这恩鬼 从这个世界中间赶出去 从这个人身上赶出去 对不对 我们看这本经文 第十五节 扫罗的臣仆对他说 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 来扰乱你 我们的主可以吩咐 面前的臣仆找一个 善于弹琴的来 等神那里来的恶魔 临到你身上的时候 使他用手弹琴 你就好了 是不是啊 这是神的事 对不对 神叫扫罗王 最后遭遇到这件事情 好把大胃给引进来 对不对 对 原本扫罗现在整个的身体 是谁的所谓算了 胃 胃所谓算了 是不是啊 他得有这个 有这样的危机 有这样的被 恶为扰乱的时候 这时候上帝才许可 这个人说话 他下面的传仆说话了 有恶鬼在扰乱你 那么现在呢 你拆起来 你的仆人 是不是啊 找一个善于弹琴的人 入了你的王宫 等你一环麦里来 恶定 一扰乱你的时候 他就可以用手弹琴 你就好了 这句话是人说的 是神说的 神说的 你不要以为是人说的话 这不是突然的 那那个人 他怎么就知道 弹琴就好使用了 他怎么就弹琴就好使用了 现在他 扫罗王整个这个人 处于在什么状态 就是被魔鬼弄的 不知道的 天空地暗的 是不是啊 被魔鬼扰乱的 不知道怎么样了 好 扫罗王同意同意 同意了 所以扫罗对臣服说 你们可以为我找一个 善于弹琴的 带到我对你来 听没听 听了 他什么时候开始听 这时候就开始听这句话 这句话 可能是神的话 并不是那个臣服说的话 而是神 接着对臣服说的话 这个时候他听了 什么时候 就是魔鬼在嚼扰他的时候 他听 魔鬼不嚼扰他的时候 他就回到哪里头 都在这里头 他根本就不听神的话 你看不看到 你发明发现这个 奥秘亚 有许个人呢 就是平时你说话还不听 你说神的话 他也不听 他什么时候呢 就他魔鬼在 害他 就害他的时候 他听了 是不是啊 他开始听了 哎呦 我从前没有认真听了 这时候他才听了 但听了 这是什么血气的方 也没有用的 我先看 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 我曾见 薄力恒人 耶稀的一个儿子 善意弹琴 是大勇 勇敢的战士 说话和一 容貌俊美 耶和华也无他同在 你看 怎么这么准呢 一个少年人就出来的 就说这句话 这少年人说这句话 也是出于神 有没有恰巧的事 有没有巧合的事 没有 你看那个仆人说 那是出于神 这个少年人又说了一句话 也是出于神 对不对 就是说神早就安排好的 就叫大魏入宫 大魏入宫 这就是一个 渐渐的这个 整个的王宫 要成为大魏的王宫了 对不对 今天我们这个心 渐渐就要成为谁的宫啊 基督的宫殿 对不对 渐渐的把那个 属灵的引进来 把基督引进来 你从前那个属肉体的生命 不合神心意 所以神才把 基督引进到你心里来 来做王 对不对 感谢神的恩典 再往下看 于是少罗差遣 迟车去见耶稀 说 请你打发你放羊的儿子大魏 到我这里来 少罗这句话 说的也是出于神 对不对 你看他说 直接就点名 不用的 像发本高 大魏的时候 一个一个看 过一个 再过一个 再过也不是这个 再过一个 最后都过了 一共过去几个 七个都过去了 七个过去 最后呢 都说不是 最后 三百个问 你还有儿子吗 还有一个小的 是不是啊 是 他还有一个小儿子 那么 这几个 少罗直接就点出来了 就你的放羊的儿子 放羊的儿子 是谁 大魏 今天耶稣基督是放羊的儿子 耶稣是真正放羊的儿子 我们是不是他的羊 他放死灵羊的儿子 今天上帝就选中了这个做王 对不对 当然了 大魏预表着基督 大魏预表基督是放羊的儿子 对不对 但大魏是不是基督呢 不是 不是的 大魏有没有错的地方 有 基督有没有错的地方 没有 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旧约是影子 心约是尸体 对不对 所以就叫你那个放羊的儿子 到我王宫里来 给我弹琴 然后耶稣是怎样呢 就把几个饼 和一皮带酒 并一只山羊羔 都拖在鱼上 交给他的儿子大魏 送他 送于扫罗 到扫罗宫里 送于扫罗 所以大魏带着这些东西 一个是什么呢 一皮带酒 并一只三羊羔 这三羊羔 这三羊羔指向基督啊 这一皮带酒 是预表着圣灵 对不对 还有几个饼 还有几个饼 预表基督的身体 这就是预表 这就是预表 在扫罗面前 扫罗深喜爱他 信不喜爱 他为什么喜爱他 郡北 是不是 长得清秀 郡北 深喜爱他 等一旦大魏要开始 有功勋了 比他强了 他就不是深喜爱 最后呢 有喜爱转成什么 害 害怕 你为什么比我强了 是不是 这就是熟肉体的特点 是不是 当你在 在这讲道 是不是 很多人听 那些三字会堂的牧师 长老一看 憨不憨死了 人都到你这里来听了 我们这人少了 憨不憨你 我早就 说了一个预言 这个预言呢 也是圣经里说的 早晚有一天 就是 我们这里的人 渐渐躲起来 三字会堂里的人 还有家庭聚会点那些人 还有各个教派的人 渐渐渐少 天主教的奖不奖少 安心社会的奖不奖少 还有家庭聚会的奖不奖少 还有 好消息宣教会的奖不奖少 还有三字会的奖不奖少 他们就联合奖攻击我们 你信不信啊 他就会联合起来攻击你 他也会攻击的 那么扫罗今天把大卫引到宫里来 大卫什么也没做 他就深喜爱大卫 一旦大卫做事了 他就不喜爱 我先看 扫罗深喜爱他 他就做了扫罗拿兵器的人 拿兵器的是什么 战士 是不是 拿兵器的是看守 拿兵器的是魔鬼不敢入的 对不对 就称了 这魔鬼不敢来了 大卫在那地方 魔鬼就不敢来了 大卫一看起魔鬼就害怕 是不是啊 基督落了我们心 魔鬼不敢来了 对不对 一个成功得救的人 会不会被魔鬼附体呢 不会的 所以有了这个 大卫这就预表着基督 他来了 这个人就有了新的生命 当然不是指扫罗 扫罗永远是个血系的王 往下看啊 他是指向默默我们重生 好再往下看啊 扫罗猜一些人去见耶稀说 求你容大卫 势力在我面前 因为他在我眼前蒙了恩了 蒙了恩了 他在我眼前蒙了恩了 你看看扫罗现在呢 他不知道大卫是上帝高的君王 他现在是属肉底的王 他让一个属灵的王 作为他的护卫 作为他的什么呢 伺候他 是不是啊 嗯 这是不是属血系的 来逼合这个属灵的 伺候他 因为他是王 我们里面这个是不是王 是吧 当我们把我们这个人看成是伺候这个人的 就坏了 对 是不是啊 嗯 其实上帝的意思是用这个代替这个 不是用这个来伺候这个 嗯 你信耶稣不是为了 叫这个生命来伺候这个属肉底的生命 是 你信耶稣乃是 这个死 这个火 嗯 这个衰肥 嗯 是不是啊 嗯 这个受洗归入基督死 这个因义而活 嗯 这是信耶稣的目的 不是叫这个 站四地在 这个旁边来伺候他 嗯 好 再看啊 从神那里来的 恶魔 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 大卫 就拿琴 用手 而弹 扫罗 鞭 舒 舒 舒 爽快 扫罗 鞭 舒 爽快 嗯 你看看 恶魔一来他一弹琴 嗯 就好受了 嗯 其实就是好受的 舒畅爽快 有恶魔就离开他了 是不是啊 嗯 这个恶魔 就看到有琴声他就害怕 嗯 是不是啊 嗯 来了之后呢 又听见琴声跑了 嗯 这是不是在乎神啊 在乎神 在乎神 神就借着这件事情 就谈情这件事 使大卫能够私立在扫罗的面前 嗯 散神是私立在扫罗的面前 嗯 最后呢 就把这个王位 就归给谁了呢 归给大卫了 归给大卫了 我们看第十八章的第十八章啊 第六节啊 嗯 十八章的第六节啊 嗯 十八章的第六节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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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得吗 懂得 嗯 大卫打死 那菲律士人 从众人回来的时候 妇女们 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 欢欢喜喜着 打鼓 激气 歌唱 跳舞 欢迎 迎接扫罗 他大卫打死那鼓 他迎接扫罗 他为什么迎接扫罗 就是出于神 嗯 嗯 是不是啊 迎接扫罗王了 这大卫打的格尼亚 他就迎接扫罗王 就故意的 就叫扫罗王听见 嗯 甚至出于神 这是第一个 十五点 扫罗 秀王 积度新王 说血气的王 积度那个蜀人的王 教会中间是会这样的 说血气的要做王 今天有个蜀人的王出来 他记不记得 那么 希律王做王 耶稣基督出现了 他记不记得 所以他就 拆遣他的人 把伯利恒四经的孩子 全杀掉 这也是指向全世界说的 是不是 这世界不能有第二个王 所以希律王 他为什么杀伯利恒四经的孩子 这就因为记得 因为他是血气的王 不准处灵王进来 所以扫灵王因什么系统 这是第一点 这些妇女者的祸 受妇女者的祸 这妇女一看着 大卫塔拜了那个非力士人 开始就怎样呢 开始跳舞 是不是 是不是 开始迎接扫灵王 我们看第七节 众妇女 舞蹈 唱歌说 扫灵王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 这句话可回答 扫灵王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 同一和一的 千千万万哪个多 万万多 就是火上浇油 是不是 对于扫灵王说 这句话就是火上浇油 你听 啊 把万万归给大卫的 把千千归给我了 是上帝 一激动他 对不对 就是上帝兴起 这些妇女 这都不是乔哥 对不对 弟兄姊妹 每一件事情发生 不是乔哥 神为什么 就是要彻底的 瓦解扫罗这个王位 是不是瓦解 彻底的暴露 他们是属肉体的 不是属灵的 彻底的暴露 他是为自己 他还是寄重心 是不是 扫罗 寄重大卫 一开始 可喜欢大卫的 对不对 就像有个地方 他叫可喜欢王杨号 那把王一号都当神了 可喜欢王一号 有些中业思想 都要见王一号语言 天天想见王一号 王一号到底什么样人 见一遍 见面我就高兴 对不对 对于见面 接待了王一号 王一号一讲到 开始怎么样 没有他的位置了 是不是没有他的位置了 大卫一出现 没有他的位置了 没有 扫罗的位置 你说他怎么办 基督 基督是 古中的死的 是不是 基督是从 肉体里来的 是从 署名的生命来的 那咱们大卫要 都被圣灵充满了 都在基督耶稣里 圣灵建造 好不好 好 那基督从 一定是从撒旦来的 是不是 你叫他基督 撒旦说 将来大卫要比你强了 要剥你的王位了 你看吧 现在大卫都想爱大卫了 不爱你了 把你了 量干 你看这些妇女 你看说什么了 扫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 就这个话 是不 就变成这个圈了 是不是啊 就开始记忆一下 这些妇女怎么这么不会说话呢 怎么把万万贵给大贵了 千千贵给我 我是王啊 迎见扫罗呀 迎见扫罗 这都是上帝猜害的 来 就赶紧这些妇女派的去迎接扫罗王 扫罗王现在回来 大贵打死的 但扫罗骑着高头大马上回来 要扬威地回来 大贵还是个小卒子呢 是不是啊 他在打菲律斯格利亚的时候 那个时候扫罗王他都像鼻毛鼠似的 都都毛起来 不敢出来 那个格利亚一骂阵的时候 是不是啊 一个月都不敢出来 他为什么不敢出来 打不过呢 打不过呢 因为 为什么打不过 自己要挂住了 以后话不许的同在 你出去打仗 你自己败 是不是啊 所以他也没有胆量 也不敢出去 这主 也许是 这儿子的儿子大卫 给他哥哥送东西来了 最后听到那个 威力士人在那叫妈 哇 一听叫妈 这以色列怎么一个也不出去呢 最后他说 我要去 你去什么去 他哥哥都懒大 别听了 你这么小的那么大 能打过他 六五零一虎口呢 你去那 你非得死不可 就是扫罗干什么了 他就猫在他的战口里不出来 你这边骂 随便骂 骂也不出来 他也去打仗 但他能不能打赢呢 打不赢 打不赢 没有耶和华 同在凭着什么打 凭着血气 凭着血气打 凭着血气打 你告诉我 哥利亚的血气打呀 还是少罗王的血气打 哥利亚的血气打 少罗王当然比众人高出一头 是不是啊 哥利亚不是高出一头啊 他是六种零一虎口 那是多高的位呢 三密多 三密多 剩下3.2米了 实际上也这么大 现在你上世界怎么找个 3.2米的隔 那一走是50公分呢 他零一虎口 那外国人的虎口特别大 咱们的虎口都15公分 他的虎口呢 整个超过20公分 就是三米二还多呢 六种零一虎口 这哥利亚 非利是人 是不是啊 大不大 大哥的萝卜 站在那里骂阵 骂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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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出来的 说通公厉 跑来里都缩上的 是不是啊 也去打仗 列阵的 他不敢出来 荣诈 骂了好几天的 大卫说 怎么不去打呢 谁又打过他 谁又打过他 那是封印师 那只大哥的萝卜 3米2的哥哥 就形容他拿那个 那个 手里那个那个枪 那个枪如同那机种 就是织布那机那种 那么粗啊 谁不敢出去了 前面还有拿盾牌的 后面还有一个 恐怕有人射箭的 前面有人拿盾牌的 完了之后在前面挡着 剂那个大根萝卜挡着 别射箭的 是不是 大魏就去 上索罗那去 我要去 跟这个非力士人 打仗 谁都权 最后呢他实在 他说我在矿界怎么样 撕裂那个狮子 谁要还给我狠栽 我一定能打败那非力士人 为以色列呢 来什么 报仇了 是不是啊 学耻 你看 他执意要去 就这样子去了 去完了之后呢 他就把他扫了王那套 那套什么的 盔甲拿着 穿上来 这套盔甲是什么 那个 那个 就是人的那些个 什么东西呢 缠重的架索 是不是就给他了 他能不能带这些东西啊 他绝对不能带这些东西 有这些东西 要用这些东西上场了 他不能 不能打 而且被这些东西就被垂住了 就被拽住了 是不是啊 他就施展不了 最后呢 他说我什么也不用 他就上去 上去带个什么东西 这里的 这个弹物 其实不是弹物 就是投石器 投石器就叫鸡旋 是不是啊 鸡旋是什么 就是一面 就是用绳子做的 一面有个兜 石头兜 两个绳 拽一个石头兜 摇摇摇 这边挂在手上 摇摇摇摇 这个手一松 啪那个石头兜 那个石头兜出去了 是这么个东西 连上弹弓等不吃 喂喂喂喂 小孩去 我们都玩过那个东西 就投石器 就用这种 然后就啪 就那东西 很简单 做得特别特别简单 就能玩 就能把隔壁鸭打 就说我们隔壁鸭 再高大 有没有用 没力 他在正面骂了 把他主 大卫出现了 大卫一出现 哎 这个非礼士的狗 那么敢 欺负我们的神 我在电了 还不敢 开把笑了 拿着帐 你为我的狗呢 是不是 就嘲笑他 给他会 你这以色列 就没人了 拆拍个小孩 出来怎么打 完了 孩子跟我打仗 这么矮的 这么小的 你看着 面 特别最秀 特别清秀 他就开始 他说今天 我要把你的肉 喂给飞鸟 他说 你打仗 是凭着什么 凭着刀枪挤 是不是 我打仗时 靠着万军 去诱发的力 我今天 把你头割下来 挂在长篷上 把你的肉 喂给空中的飞鸟 你是笑话 是不是 你人大多可慢 我多大 你多大呀 他弄不弄大小 圣经告诉你 勇士不能因力大而怎样 将军不能因兵多而得胜 对不对 打仗不在乎你 大小 对不对 就像呢 有的人会 下脚瓣的 为那个摔跤的人 不在乎大小 那大力 被那小的摔就 光光的 但今天这大卫 是被圣经充满 这是在乎神 是神与大卫 就借着这个机会 就更加的触动 扫罗这个基督的心 他就连这件事 祭回了 对不对 以色列整个被骂的 都弹起头了 所有的人都冒到呢 那帐篷里头不敢出来 两军列战的时候 他们也是 也没有打仗列战 是不是 这家伙优优独播 这家伙优独播 他这个大 枪一样 上下 拐一下 大伙优独播 那家笨子 大伙优独播 最后就 咋一咋 这一咋 就跳那边 行 行 走不着 找不着 我带哥了 是不是 最后 他捡了五块小石头 就五块小石头 不大的小石头 稍少能从那个箭子放进去的 就算不过来 是不是 他就 他就 咬咬咬咬 他正在那 哈哈哈哈 真的得意啊 啊 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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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个僵持 是不是 对对对 还笑不笑的 不笑的 一下就 止息了 狂妄人的 那种狂妄 是不是 一下就止息了 一个小蛋 就把他止息了 这就是我们 出血气的人 连一个小蛋 都解不住 是不是 都看不住 因为他是出血气 他再大 也没有用 是不是 今天 大伙优独播 就开始 吼 起来 就开始杀呀 他就杀 把飞机事人都被杀了 嗯 这是来劲的 这个来劲 这个力量从哪来的 耶和华来的 这么 耶和华为什么要给他这样力量呢 前面呢 扫了碗带着水没有这样力量 当大华出来把他打败了 就有这样力量 就是说我们 大华被圣灵充满 嗯 大华有圣灵的同在 嗯 所以神就故意向着大华 嗯 就帮着大华 打败这场仗 嗯 这场仗不是扫罗打赢的 嗯 乃是大华打赢的 嗯 对不对 所以扫罗王 骑着大高头大马回来 踢 咔 踢 咔 咔 回来 不是 哈哈哈哈哈哈 这些 父女来了 你说 那拉拉队 就像拉拉队里家 哈哈哈哈 跑上去 跑上去 进行这 扫罗 扫罗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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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嘿嘿嘿 今天打手仗了 嘿 肯定的 贵荣要给我 这个手仗体的人 是不是啊 肯定贵荣要给自己 嗯 把那车 父女照 扫罗在前面走 遇见了 红过了扫罗 往后面 后面 后面 大胃在那里 后面 后面 想 说 重破大胃子 那边 是不是啊 没有 对自己说什么 嗯 把那车 喊出声音乐 撒拉撒死了 牵牵 大人杀死大人 杀死大人 杀死大人 你这洞格子出来了 是不是啊 七声就喊 你说这够刺激不够刺激的 够够刺激 够够刺激 每一句话都刺中那扫罗的心里 我这千千看上万万了 我是王了 掉不掉面子 掉不掉家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由 开始由什么 别喜爱 变成什么 忌妒 忌妒到最后忌恨 忌恨 沙巴 即日人不能留在我身边 这个人就留在我身边 早晚是个祸害 是不是啊 就像女人说 这个人不能留在我身边 嗯 留在我身边就是将来这个祸害 是不是啊 听一听明白 你看看 神要抬起的人 这个人就能 就能有能力 就能大胜仗 神要不抬起的人 这个人就完了 是不是啊 我们今天是不是被神所抬起的 是 走了去求他们 抬起我吧 你在我百姓面前 在以色列人和长老面前抬起我 上帝会不会抬起他 不会的 上帝现在要抬起的是他 有忌恨 有忌恨 最后就转变了 要杀 这叫做 私欲及怀恨才生出什么 私欲 一开始是什么 私欲 私欲 看到吗 他里面就产生了忌恨的心 赶紧得把他处理掉 是吧 私欲及怀恨才生出 最即长成 就生出什么 私欲 你看到吗 这些妇女 连跳舞都在唱歌了 哎呀 这来个琴 每一喊出一声都 深深地刺透了手 完了 这些人怎么都向着他 都向扎尾说话 不向我都挖了 我落个千千 他落个 他得个万万 把孩子死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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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上帝就要借着这些父母 促动这个血气的王 上帝就是要借着周围 所有的人都在促动他 嗯 就是叫他基督 嗯 是不是啊 就是叫 一个输血气的 不尊心神之义的人 基督 上帝啊 不与你同在 已经完蛋了 对不对 神就要显明这件事 嗯 好 这样先看 扫罗神烦 气的简直呢 吐不吐 那肚子都要爆炸了 气 是不是啊 神烦 不洗月电话 嗯 不爱听这段话 从哪里出来的 从怎么提出来的 人肉体的邪性思义 对不对 就从肉体的出来 神发的发的发的 叫我不是开极我 这些妇女 你们怎么不会说话呢 你们能不能不这么喊 能不能吊了喊 你说 大胃撒死千千 少了撒死妈妈 行不行 你安慰安慰我的心 开极开极我心里 她难受了 哈哈哈哈哈哈 是不是 这种想法 是 神 你看 用神的地方 嗯 是啥意思啊 比喊还厉害 嗯 神法弄是比喊还厉害 是 你是最后她可以 用枪来刺大尾 嗯 是不是 用枪来刺大尾 嗯 嗯 嗯 我先看吧 嗯 就说 这万万个 归大尾 千千归我 只剩下王位 没有给他了 王位给你给 嗯 对了 这傻子扫罗是个傻 傻不傻 傻 王位都已经被上帝给大尾了 嗯 他说只剩下王位 他以为那王位就是那个座子 对 就那一道底子 就那底子 这就王位了 只剩下王位没给他 给没给 已经给了 他自己知不知道 不知道 说明这个苏血气的人 已经被 这些外面这些什么声音啊 这些荣誉啊 就冲昏了脱脑 嗯 是不是他共同这种荣誉 嗯 共同别人的发展 嗯 共同声音 上帝就见到这些声音 刺激他 嗯 来你注意什么 上帝又给你什么 嗯 就注意名声 嗯 再一下名声要出去 就行了 嗯 是不是啊 嗯 从这日起 从这日起啊 扫罗就 弄是大尾 嗯 predictions 哈 哈哈哈哈 使不上 Birmingham 哈哈哈 什么英语的 大话牙子出来 嗯 弄是炸 这是 当然他不能挨挨挨挨,他得怎么样呢? 是不是这样? 大卫在那前面四弟的,看着他也就上下打了大卫 是不是呀? 是不是这个? 他就比我强了,谁叫你比我气没能当呢? 恨死你了! 你知恨,那个记恨从哪里出来的? 就是这个 对不对? 你看这就出现了这种现象 这是谁许可的? 这一切的导演,都是上帝在背后导演 听不听明白? 神是总导演,要把这种戏导的,你真有活 对不对? 扫罗王就是反面人的,大卫就是正面人的 总导演就是谁? 你给你这个天赋 就这么导演 怎么的? 眼的都很真 你特别是扫罗,眼的特别真 你怎么在哪地方比我强?我还比你高不呢? 我个头不比你高啊 我高出众人一头 你说哪个地方走去? 打死个格里亚 是啊,那格里亚我没打了 你怎么就打了那格里亚 就弄一个小双子 在那儿打 我当时我怎么没想到弄个双子 我要打倒这不就是我的功劳吗? 现在功劳被你抢去了 我害死你了 是不是? 是啊 这就是肉体中间这种体力的膨胀 嗯 弟兄姊妹 圆圆的肉体中间都有这种东西 嗯 是 从家长根深的肉体中间都有这种 嗯 根深蒂固的这种东西 是 别人比自己强了 就不高兴 嗯 对不对? 就看不了别人比自己强 嗯 特别是比自己强还有一群女的 嗯 是不是? 还拉拉丁 是不是? 拉拉丁,对不对? 这拉拉丁,对老,厉害的 嗯 这声音就刺激了他的心 是不是? 对 快点,快点 快点 行不行 行不行 对不对,弟兄姊妹 对 你嫂子那眼睛就带着傻气 嗯 是不是? 好 再往下查看 第十节 第十节 你看 太爹这样 魔鬼说 对,就这样 咱俩同在 我跟你同在 咱俩好 别人不跟你好 我跟你好 神灵不与你同在 我也与你同在 你这个恶魔 你这个恶魔 喜不喜欢这样的人 就喜欢 就喜欢你生气 就喜欢你嫉妒 嗯 就喜欢你 气和别人 嗯 就喜欢 你不要害怕 神灵不离开你 我不离开你 我不离开你 我就灵不离开你 咱俩 好不好 行不行 我先看 次日 次日 从神那里来的 恶魔 大大将在掃路身上 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 嗯 从此以后 他们开始 逼迫大陆 嗯 嗯 是不是呀 嗯 这就好 好 好 第十六天 嗯 扫罗开始 逼迫大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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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迫从哪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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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瘋了,用来看,神经病 其实不是神经病,他被恶灵一心找乱到一样,哒啦的 不是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恶灵就哒啦的在干什么呢? 走乱了 降在手中身,被鬼附起了,降在他身上,生不附起了 你看这都不是突然的,对不对? 你不受信神,你靠入体,你不接受主的话 恶灵就开始了,恶鬼就开始了,那个恶魔就开始哒啦的在干什么呢? 降在他身上 他就开始在家中,就开始胡言乱语了 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这种弹琴 看看大卫在那背后,背着上去 你还记住两个是不是? 就看大卫,这不是从前那刚来的时候,深邪喜悦大卫 这是三汉大卫,谁让他恨的? 莫贵 那龙在这里面做工,是不是? 打打的将在他身上 所以他拿着枪干什么? 这一枪给你,刺一下就给你,刺到那枪上去 对不对?大卫感觉到回头一下,摊起来回头看不见吗? 这种有个枪对我来着呢 你看,扫罗那跟疯子一样,眼睛都红了,眼珠都红了 不见大卫来呀 是不是啊? 把枪抓起来 嗯 扫罗手,拿着枪 扫罗把枪一轮,彭锋一轮 哼! 今天我要,一枪在大头里 习里说,这习里说谁给的意愿? 莫贵 我要将大卫,刺痛,钉在墙上 喊不喊? 对 这叫什么呢? 凶杀 毒恨 是不是啊? 老木 是不是啊? 嫉妒 结责 纷争 异端 是不是啊? 从他里面就发出这种恶魔给他的这种意念 杀人的意念 杀人意念是从那个杀人者来着 所以他说,他抢一轮 心里说 我要将大卫,刺他 这大卫不是他 求耶稀 打了大卫来给他弹琴的吗? 他为什么要刺呢? 就因为大卫打成庄主 嗯 夫女夸大卫就夸他了 嗯 怎么不夸我呢? 怎么可怜? 人在陆地中间活的就是这样 嗯 你逼我好了 我一枪把你刺痛 这个刺痛,这个刺是他的心就带着刺 嗯 是不是啊? 他的心就带着那个枪架 就想杀人了 嗯 他里面就是这么小的 嗯 是不是啊? 你看,心里说 我要将大卫刺痛 钉在墙上 大卫 躲他两次 嗯 就要杀大卫啊 嗯 看了看金主 嗯 扫了开始,从这开始就开始 追杀大卫 嗯 他跑了 就要没杀什么 是不是啊? 嗯 就不能化学了 嗯 他这个鼠中体的生命 他是 不饶人的 嗯 什么不饶人呢? 嗯 跑了,跑了,我碾你 嗯 天天打发人出去打 大卫在 在哪个地方 只要打很招了 告诉我 我去一定把他结果了 不能留他 这以色列中间 只有一个王 那就是扫罗 除了扫罗 任何人来代替扫罗 都不行 嗯 我今天必要把大卫给杀了 嗯 是不是啊? 嗯 我不杀他 我就没有好日子过 看金主 对吧 嗯 这就是上帝 为什么不要 血气的王 嗯 输血气的王 在地上做王 嗯 神不喜欢输血 输血气就是 一旦别人比你强了 你就是王 你也会记 嗯 你信不厌 你就是 一个以色列最大的王 你也会记 嗯 对不对 弟兄姊妹 嗯 好 再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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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 嗯 与大卫同在 少罗 惧怕当对 嗯 惧怕也要杀 嗯 越怕越杀 他怕什么 他怕他将来大卫比我强 他怕什么 将来大卫会夺到我的王位 嗯 他怕什么 耶和华与大卫同在 不与我同在 所以我必须得 果断的把大卫给杀掉 嗯 上帝能不能救 大卫过在他手里 不会吧 今天上帝把大卫拆到 少罗的王宫里 是不是啊 嗯 那么上帝就能救大卫 脱离少罗王的手 嗯 少罗王是输血气的 逼迫属龙的 嗯 对不对 输血气的王 逼迫属龙的王 这两个王 对不对 嗯 这个是血气的 这个是属龙的王 嗯 好 我下看 十四节 大卫各式无不精灵 耶和华也与他同在 大卫这是精灵的 嗯 精灵能干的大卫啊 嗯 是不是啊 嗯 这神与他同在 就有聪明有智慧 咱们今天 一个神与你同在的人 你代理教会 你就精灵能干 精灵聪明智慧 嗯 就是有谋略的灵 智慧的灵 聪明的灵 和敬畏的灵 嗯 对不对 这才能敬畏耶和法 嗯 少罗就敬畏耶和法 不敬畏耶和法 不敬畏耶和法 因为他没有敬畏的灵 嗯 他在血气里活着 嗯 不顺着圣灵 因为血气的人 不会顺着圣灵而行事的 乃是顺着肉体的情欲行事 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做 嗯 魔鬼给什么意念 他就 结束这个意念 嗯 所有反倒的人 他都是魔鬼给他的意念 他就接受 他坚决不接受神的话 嗯 你跟他说什么都 包括那些人 你说今天我们 得救的时候 还有得荣耀 我们还有经历神的道 哪有经历了 嗯 哪有经历了 他为什么不让经历啊 他怕受苦 他怕受苦 是不是啊 嗯 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 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他说 哪有经历了呢 嗯 你说得经历啊 哪有经历了呢 你说有没有经历 有 有说没有经历这个人 杨帝佑你说 有没有经历 有啊 有没有经历 有 他一定会有经历 那么这些年 他是不顺服神的 嗯 他也明知道这话就是 从圣经里来的 但他坚决的反对 嗯 这说明他起初听到的时候 在哪里听到 又听得真的 反正在肉体里听到 就跟扫罗王一模一样 嗯 对不对 这种子弹 嗯 今天他们走到这个地步 你说是不是 他就在肉体中间 不接受神的话 不是 也是上帝预定的 嗯 大卫的王位也是上帝预定的 嗯 对不对 基督这个王位 是不是神必定的 嗯 是不是 扫罗王要跟大卫王 整个的征战的 不过这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预表 将来等基督来的时候 那个属血气的王 要聚集所有 全天下的大小人民 都聚集在哈密西多顿的 要跟谁打一招 要跟基督打一招 要跟基督打一招 所以说 谁败呢 是血气的王 是血气的王 大卫和扫罗王 进行 征战 嗯 大卫家和扫罗家 征战的需求 扫罗家 大卫家 日渐 说的 大卫家 日渐 请 各位听明白 休息十分钟